大马文行脚车少年案加上Netflix热播的罕至少年法庭引起很多的讨论 也不禁让人好奇大马法庭是如何处理未成年犯罪 中间又有什么程序呢 曾在少年法庭当检控官的钟敏心律师就表示 根据刑事法典第82和83条文 10岁以下的孩童犯罪是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年龄介于10至12岁的孩童 在犯假罪行时思想还不成熟 且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 也会被当作无犯罪 至于12岁以上到18岁以下的少年 在2001年儿童法令下 如果触犯法律则会交由少年法庭处理 也称为Makama Bagikana Kana 或俗称Makama Juvana 他少年法庭有自己的系统 是说审判是不公开的 这跟成年人的法庭是不一样 而少年的法庭也是由推逝和两个少年法庭顾问形成的 就是说三个人就在前面 他们法官也不是住在高高在上的 而是住在一个少年是平视的 当然少年法庭的听审的权利也是 去现已不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严重罪行就好像 过尸杀而农杀 或者是拥有枪剂 或者是犯毒 或者是带有死刑的案件 那么其他这些案件只有高庭来审判 至于处置令则分为 被监狱和监狱 当法庭判这个少年有罪之后 会跟福利部得到一个报告 然后再跟少年法庭部门商量 到底要对这个少年 做出什么样的停令 一可以给予警告或劝戒 第二可以判他守行为或者是缓刑 第三可以叫他罚款 或者对受害者赔偿 还有其他就是第四 就是可以把孩子送去赶化验 或者是特别的学校 像Dunans Bhakti School 或者是Henry Gunny School 最后一个就是监狼 其实是最后一个错 是因为除非孩子犯了很多 很严重不断在犯罪 不然法庭通常不会把孩子送去监狼 被判刑的少年 通常能送往的管道只有三个 包括福利局 监狱局旗下的机构 以及真正的监狱 但最终送去哪还得依照不同的个案处理 像是犯罪的严重性 是否还能够管教 以及家庭状况等因素 都会纳入考量 福利局和监狱局旗下机构 最大的不同在于 限制犯罪孩童的人身自由 举例 烹利格尼学校 他作为少年成绩所 是由监狱局管理 被判有罪的少年 可以待至21岁 由于监管环境比较严格 所以家长无法频密进出探视 犯罪少年也无法在特定的情况下 申请回家 至于由福利部开办的少年教养院 有罪少年只能够待到18岁 无论如何 有关当职都会提供技能培训 以及学术类考试 此外 钟明星也说 在惩罚孩子的同时 也应该以关怀为出发点 所以进行心理浮道 非常有必要 而对于大马目前的少年司法系统 钟明星坦言有必要再改革 并认为可以参考国外所采用的分流计划 除了减少污名化 也能够更有效地去探讨 孩子犯罪的原因 其实马来西亚的少年人的法令 我觉得还是需要 有很多进度的空间 因为目前为止 通常律师 警控官 法庭 都是看到孩子几个小时 就是很机械化地去处理案件 并不能好好明白为什么孩子会犯罪 因为我们太注重于孩子犯罪那个过程的后果 就是他犯罪了我们惩罚他 而我们并没有去探讨为什么孩子犯罪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大局面和全面性的教育不止孩子 还有父母 并给福利部更多的资源让他们好好跟进 通常在外国我们叫做 50块零几的东西 其实有关受害者可能也不想对这个孩子提告 因为你一提告 孩子就要被丢去 你知不知道 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 孩子要 我是说 不是这样严重的案件 杀人犯罚犯罚那些当然不可以 可是小小的偷窃案 就好像偷魔朵之类的 这些只要辅助赞成 不继续追究 其实通常在外国也是有这种案例 就是不会被去经过这个司法程序的 如果我 мешzeigt你 밝一门 我就去摆驶 你坐到呼噗 对 吧 Wrestling